各位同学,我们请看到147页这边的第三章3-1 我们介绍一下向亮 向亮这个名称呢,当然对各位同学而言是一个 算是全新的名词 它在我们的数学上是蛮有用的 尤其是一些理工类的符号的使用 那么我们先把以前曾经讲过的一些符号的标识做个回顾 然后我们再进入到今天新的单元的符号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AB上面就只有一段直线 那这样的符号我们会称它叫做线段 AB的线段 那么英文叫segment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有一个A点 有一个B点 然后呢我们就画了一段长度 这段长度可能是3公分5公分 它就是叫做线段AB 或者叫AB线段都可以 好,那么第二个符号是 把刚才这个线段符号呢 去加了一个箭头 那加了一个箭头就好像射一支箭嘛 对不对 我们就把它叫做射线 英文叫做ray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你开始的这个点 以A点当作开始的点 那么我射一支箭出去 那这个B点呢 是它中间会经过的某一个点 也就是说以A点为准 向着B射过去之后它一直向前 可以到无线延伸过去 好,这样子我们叫做AB射线 那它当然如果是BA射线就会反过来 BA射线就会反过来 所以AB跟BA就不一样 可是线段AB和BA是一样的 所以这请注意 好,那么直线的话是双箭头 刚才一个箭头是射线 现在双箭头对不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 我有一段直线 通过了A点 通过了B点 那么我可以向左向右 无线的延伸 向左向右 无线的延伸 那所以这个直线 我们叫line 它叫做直线AB 也可以叫做直线BA 它是同一条直线 它同一条直线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在讲射线的时候 这个开始的点跟这个结束 这边经过的点 就不可以随便颠倒过来 好,我们第三章 这边要讲的是什么 向量 那这个符号呢 一样 我们它变成 一样AB向量呢 它上面只有半箭头 请注意 这个我们叫做半箭头 相对于我们的射线 是全箭头 那它这个符号呢 就只有箭头的一半 我们叫半箭头 那叫做向量 叫做vector 那它的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说 我从A点 向B点 射了一支箭过去 那么 就停下来了 就停下来了 所以 这样子的这个线段 本身AB两点 所成的是线段 对不对 但因为它带了一个方向 它就叫做有向线段 所以你会发现说 我们向量这个符号 其实和线段跟射线 做比较的话 如果它和线段做比较 它就是多了一个方向心 因为从A到B 是一个方向 所以换句话说 VA向量 就是另外不同的方向 这样子不同的向量 那它如果跟射线做比较呢 射线的话 V点它只是 我飞行过 这个射数据的飞行过程中间 中途经过的某一个点 它会继续往前 无线延伸 可是呢 在向量这边的话呢 我就停到V点 就停下来了 所以它这个线段的长度 譬如说三公分或五公分 它就是往 假设我们这边往右 或者是往东 就是三公分或五公分 就如此类 可是射线却是无线延伸 射线却是无线延伸 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符号 我们叫做向量的符号 就是我们在第三章 所要强调的重点 所要强调的重点 所以我们这边所 把这几个符号 去做一个介绍 我们全同学特别要把它注意到 特别要把它注意到 往后我们再看到 一些题目的标示上 两边什么都没有的 叫线段 有一个全箭头叫做射线 那这样就会从A 经过B射出去 那双边都是 这个全箭头的话 叫做直线 那只有一个半箭头的话 像这个方 这边只有一个半箭头的话 我们叫做所谓的向量 我们叫做所谓的向量 好我们接下来请看到 147页的课文这边的一些说明的部分 好我们请看到147页这边的说明的部分 向量的一个集合表示法 那这边呢 课本先举了一个很简单的例子 大概跟老师讲的 刚才讲的差不多 我们图4这边呢 想象这是一个撞球台 A点撞到B点 那么这样子所产生的一个 有箭头 代表方向性的一个线段 我们就把它叫做所谓的向量 所以147的这边请看到 用线段将AB两点连接起来 把B点画上一个键号 就形成带有方向的线段 所以我们第三行这边请同学把它画起来就是什么 第三行这边我们称它为A到B点 A到B点的有向线段 以这个向量符号表示 A到B点的有向线段 我们叫做AB的向量表示 好那这时候呢 A点开始的点嘛 就跟我们的三角元素一样 有10边 这边就会有10点 B点是停下的点 就叫做中点 有10有中 AB线段的长度 就叫做这个有向线段AB的长度 以这个符号绝对值表示 这个地方请同学特别注意 这个符号一定要画起来 我们把向量加上绝对值 就可以把它想成说 好像我们就把它 这一支键射出去之后 旁边加上绝对值 就好像把它关起来 关起来之后 它是不是飞飞飞 遇到墙壁它就停下来 所以我们的这个符号 AB半箭头 加绝对值之后 可以再直接写成AB的线段 这两个是一样的 但本身如果没有绝对值 就不能一样 所以再讲一遍 把AB这个向量 半箭头代表它有方向性 加上绝对值 好像就把它关起来了 那么一个关起来的 飞行的直线 它就变成是 一个线段的那个想法 那个想法 所以这个符号上 我们是把AB向量的绝对值 就等于AB的线段 这个写法请同学特别注意 下面我们请看到 就是在接下来的 所以名称上 数学上 我们就把同时具有 大小和方向的量 叫做向量 这个名称是一个 非常专有的名词 向方向 量就是大小 量就是类似数字 数量 所以有方向 有大小的量 叫做向量 有方向大小的量 叫做向量 通常我们以 有像线段来表示 那这个有像线段 我们在一些物理工程上 工程学上面的使用 也都是用这个 来做代表 来做代表 有像线段的方向和长度 分别表示向量的方向和大小 而且只要两个有像线段的大小 也就是长度相等 方向相同 就表示这两个有像线段 是相同的向量 请注意 这个地方有一个重点是什么 两个有像线段的大小 长度相等 而且方向相同 我们就是相同向量的一个关系 所以代表说 我们要去讨论 这两个向量是不是一样 就要先去看看 它们长度有没有一样 还有它们的方向是不是一致 你都是往东北边5公分 我也是往东北边5公分 那么我们两个就是相同的向量 我们就是相同的向量 例如图5 这样的一个表示法 AB向量和C珠向量 我们去做了一个判定 长度一样方向相同的话 我们就叫做所谓的向量相等 向量相等 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来翻过来 我们请看到148页的上面 148页上面 这边的文字说明 不能带同来再看一下 向量只考虑大小和方向 不计较其所在位置 所以这里请把它画起来 它不会讨论它的固定的位置 所以它是一个相对的位置 换句话说 它可以怎么样 随处移动 那这里的随处移动 当然我们会把它叫做 所谓的平行移动 就简称为什么 平移 就简称为平移 所以向量是可以做平移的 因此也可以不标出 时点和终点 后面这句话请看到 也可以不标出时点和终点 我们只以简单的文字代表 例如小ABC 或者U向量V向量 这个地方我们请特别注意 后面还会再用到 再来第二行这边 当一个向量的时点和终点重合 请看到 请把它画起来 10点和终点重合代表什么呢 叫做零向量 叫做零向量 我们就直接叫做 ZERO Vector 好符号上请注意哦 符号上我们就记为什么 零半箭头 记为零半箭头 请特别注意 例如AA向量 PP向量 因为十点 终点重合 那你这样想 我们向量的想法是要射一支箭出去 那你现在十点跟终点 重合代表说 我这支箭根本没有射出去 对不对 所以它的大小是零 那么既然你的箭没有射出去 那么方向就可以视为任意方向 或者我们也可以说 它叫做什么 无方向可言 因为你根本没有把这支箭射出去 所以零向量也可以叫做 无方向可言 行动就务必把它加注上去 加注上去 所以 这一段我们所介绍的是 向量的符号半箭头 要自己练习画一下 你可以把它写成 譬如说 A往上翘 零往上翘 这样子 那请注意我们去思考一下说 零向量和零 这两个是不一样的 零向量跟零是不一样的 因为一个 加上的半箭头 代表说 它是在向量这边讨论的零 可是这个数字零 它就是数字 所以这两个是不能随便相同 但是如果把零向量加上绝对值 就可以等于零了 零向量加上绝对值 就可以等于零了 好